我是不是消防的嘛 他在幹嘛 才知道有消防隊員失蹤了 陳志凡是第一批 晚間八點左右 東區跟彰化分隊一共六名警消 一起挺進火災現場的消防隊員 不過他們身上的空氣瓶 其實只能供養二十到三十分鐘 也就是最晚八點半 他一定得下樓 卻沒人發現他還沒出火場 直到十點過後 同組警消受傷求救 才知道有人失蹤 卻在凌晨兩點四十分 人才被找到沒有呼吸心跳 我們也都有安全觀在做這個管控 只是整個狀況突變 安全觀要監測現場危害 再一個 再一個 來 趴時趴時分離一下 誰上去了 但火場安全幕僚 登記了警消進火場時間跟名字後 誰負責掌握他們出火場的時間 警消無線電長時間都沒有對話 沒人發現嗎 殉職的警消陳志凡 被分配挺進九樓協助民眾脫困 卻被發現倒臥在9627號房 沒有對外窗的浴室浴缸內 消防雲梯車一開始 以打火射水攻擊二三樓的火點為主 但一樓看到警消陸續拉水線 或者直接爬樓梯往上搜救 後來雖然有支援的雲梯車到場 消防隊員坐上雲梯車 從窗戶翻進高樓搜救 不過第一批挺進的警消 光爬樓梯就耗費了多少氧氣 聽盡要救人 最後卻是受困 沒有人知道火場內訓職 TVBS新聞陳志中彰化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